如图所示,一个木箱置于水平桌面上,以致木箱重75公斤重,木箱跟地面之间的近摩差系数是0.4。 今天于高度1.5公尺处,在这个地方,推一个10公斤重的水平推力来推这个木箱, 则要问我们,地面施于木箱的正向力对木箱左下角所施的力举大小为何? 这件事情,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,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。 首先,如果没有外力在推它的时候,这个正向力对左下角的力举大小是多少? 你过去所学到的能力是什么?先画力图嘛,这个物体在这边,假设这里是它的直心, 它自己有重量向下,这个重量大小就是它的75公斤重。 对不对?那再来,地面会向上顶住它一个力量,这个力量我们就叫做正向力, 大小是不是应该跟它一样,也要是75公斤重。 对不对?那今天题目要问什么呢? 题目要问说,我这个正向力对左下角以这点当支点的话, 力举是多少?正向力大小你有了嘛,那力举的大小就直接私立方向你来找力币啦。 力币在哪边?力币是不是这一段?对不对?那这一段大小多少? 这0.6公尺这一段就是0.3公尺。而且你还会发现,根据合力举等于0的话, 我这个物重造成的力举TW应该等于这个正向力造成的力举TN。 那当然也没问题啊,重量力币这么多,正向力大小75,力币也一样。 对不对?好,所以,如果没有外力的时候,这很简单, 我正向力的力举大小一定等于这个物体本身重量所造成的力举大小, 其实就是力量乘以力币啦,那力币0.3公尺。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,如果没有外力的时候呢,我的力举大小应该是22.5公斤重乘上公尺。 这是力举的单位。 那今天要问的问题是,如果有水平推力啦,我们把图画出来。 如果有外力在推的时候,你说老师,这个一样啊,你怎么会问这么多呢? 我一样去画力图嘛,有一个外力10公斤重,然后这个物体自己本身有重量向下, 这个重量大小是题目给的75公斤重。 然后呢,我应该也要正向力,地面要撑住我,向上一个正向力。 一样从这边画出来,这个正向力的大小,这个正向力的大小呢,会是向下等于向上嘛。 所以它一样是75公斤重。 那再来,我这样子推,物体企图向左边跑,所以地面要有摩擦力。 而这个摩擦力大小多大? 先判断有没有动嘛。 那判断有没有动的话,你要先把最大进摩擦力给找出来。 进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。 正向力75,进摩擦系数是0.4。 算看看。 原来它的启动条件需要30公斤重。 可是今天推力值多少? 10公斤重。 所以这个物体呢,它是禁止的。 那既然禁止,这地面的摩擦力就应该是进摩擦力。 外力是10,这个进摩擦力大小就应该也是10公斤重。 向左等于向右,向下等于向上。 这是到目前为止,你所必须要具备的基本能力。 把力图画出来,那你就会讲。 啊这个这么简单,要算什么? 不就直接算力矩吗? 合力为0已经处理完了吗? 那再来就处理合力矩为0啊。 这个重力对支点而言,物体的重力想要产生顺时针力矩。 而这个进摩擦力过支点,所以不提供力矩。 正向力呢,想要产生逆时针的力矩。 正向力的力矩是逆时针的,画这边。 tn。 那这个外力将推,也是希望让这个物体逆时针,希望它可以翻转过去。 好,所以,你把这个力矩画出来,你就可以列出这样的式子了。 逆时针的力矩,tn。 再加上tf,应该等于物重自己造成的顺时针力矩。 因为我要合力矩为0,对不对? 好,那这样移向一下的话,正向力所提供的力矩就应该是toww-towf。 其实它还蛮简单的啊,一个一个慢慢算就有答案了。 物重是75公斤重,而它的力币是这一段。 力币这一段是不是就0.3公尺。 再减掉外力的力矩,外力的力量大小是10公斤重。 在层上,因为今天角度不知道,所以我们直接找力币。 力币的定义是不是力量的施力方向跟支点之间的最短距离。 那其实就是这一个1.5公尺啊。 OK,好,所以我可以算出来,原来这个正向力对左下角提供的力矩会是7.5公斤重乘以公尺。 可以吗?好,那到目前为止,我就帮你把这一体给解决完毕了。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? 虽然答案你有找出来,没有错了,它也是正解。 但是,这个正向力大小是75公斤重,可是我的力矩应该是力量75乘上这一段力币0.3, 要跟刚才一样是22.5啊,为什么现在变小? 那变小的原因又是什么?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,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讲,这个题目有一些东西可以讲。 今天原本以前我们禁止不动的时候,正向力都直接从直行这样画上去,地面撑出来的力量嘛。 可是今天其实啊,如果有外力这样推的时候,你想想看哦, 你这样一推,这个物体是不是一直企图想要向左边翻过去,对不对? 那感受上的话,是不是整个重量好像在左侧压迫的比较多? 这可以接受吗? 好,那你这样看,其实啊,我们要讲,正向力啊,正向力应该是这整个底面积上, 到处都会有的力量啊,只是说,以过去来讲,我们通常会有一个,会用一个等效的向量来代表, 这些所有向上力量的一个,一个系统的结果。 好,所以,会用这个等效的向量来去代表它, 那,以前没有外力推的时候,正向力就直接从直行画出来, 可是现在,未来,你要知道说,如果有外力推,我企图把它翻倒, 这个正向力呢,实际上会随着外力而偏移的, 它会怎么偏? 你用想的就说,本来,本来我就在正中间, 你今天一推,它想要往左边翻,所以往左边压, 那正向力的作用效果就应该会偏左边, 因为重量感觉上比较偏左边,对不对? 那,表示说,我这个外力如果推得越大力, 它越往左边翻的,的那个趋势就越强烈, 所以,你的力量如果越推越大, 这个正向力就会越来越向左边偏,可以吗? 好,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正向力, 我已经偏到这里来了啦, 那到底偏多少,我们算看看好不好? 算看看,今天如果正向力偏到这边, 我假设它跟左下角距离, 这段距离我假设是x的话, 这里如果是x,到底这个x是多少? n的力矩我算出来了嘛,7.5, 那力矩是不是叫做力量的大小75公斤重, 乘上它的有效力比x,可以吗? 好,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算出来, 这种题目它还可以问, 请问当我这样子推的时候, 正向力的作用力的点距离左下角多远, 你就可以算出来是0.1公尺了, 可以吧? 好,那它除了问说力矩, 还有这个偏移的位置之外, 还可以问什么? 你看,今天如果我讲这个外力越来越大的话, 外力越来越大是不是代表这个力矩, tf会越来越大, 可是tw不变啊, 所以当这个外力越来越大, 总有那一瞬间, 这个正向力会下降, 最后变成0, 这代表什么? 正向力力量一直存在, 如果它变成0, 就代表这个正向力已经偏移到支点上方了, 可以接受吗? 这个时候就是发生什么事情? 恰要翻倒了, 对不对? 你今天推嘛, 我的推力让它翻转的趋势越大的话, 这个整个重量就越向左边压, 所以正向力就越向左边偏, 当它恰要翻倒的时候, 这个正向力就会直接作用在这个支点上, 因为数学上我已经告诉你了, 力量越大, 这个力矩越大, 力矩越大, 这个正向力就越来越小, 最后会变成0, 对吧? 甚至你还可以算看看, 请问我这个推力越来越大, 什么时候它会翻倒? 就是让这个东西, 正向力这个n, 这里等于0嘛, 对不对? 等号这边我让它等于0, 那这样这个力量f应该变多少? 你算看看, 恰要翻倒的时候, 其实我这个力量大小应该是15公斤重, 应该是15公斤重的时候, 它是恰要翻倒的, 可以吗? 所以它可以问好多问题啊, 到底力矩多少, 偏移多少, 什么力量的时候会恰翻倒, 最后还可以问你什么? 请问我这个力量越来越大, 它到底是先翻倒还是先滑动? 会先翻还是先滑动? 这个15公斤重, 这个30公斤重, 水平力量要超过30公斤重, 它才会滑动, 而今天这个系统呢, 它就应该会先翻倒, 而不会滑动, 可以吧? 那如果说这个摩擦系数有变啊, 假设摩擦系数变成0.2的话, 你算看看, 它就会同时产生恰要滑动, 也恰要翻倒的现象, 这是这一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概念, 你必须要好好的把它熟悉, 那就要再多看几遍, 就是这个摩擦系数变成0.2的话,